第四 part 第五 似乎正如习 跌至习买 第六 part 第五 似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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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导師容易 需 需要 至习惯 intention 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出發點 這兩個字我正在不斷講關於動機的問題 我很喜歡身心靈界的一句說話 就是意向決定結果 我很認同這個說話 因為意向是一個很複雜的一件事 我先講我自己 我最記得我有寫日記的習慣 當我在十二年前 十一年前 我籌備紙寫的時候 原來我曾經有一日的某一日的日 有寫了幾句說話 第一句我當時在籌備紙寫 我第一個目標 每個月月入至少十萬元 第二 一年內成為香港最出色的新聞導師 第三一直在寫 我當時不自覺的 不停寫寫寫寫 然後隔幾年之後我再看回 我就覺得很慚愧 原來我的intention是這麼不clear 我就跟人講大愛 講慈悲 講放下 原來我當時真正的出發點 我自己都不為意 就是一邊寫一邊寫一邊寫 我隔幾年之後再看回就看到 所以我想我自己真是 很值得提醒 所以也因此獲足 所以特別在頭幾年看 但是我不明白 那你做培訓都是一個生意 那你都要declare 你要有多少收入 有什麼問題 當然 這個就是intention問題 如果它是一盤生意 我需要賺錢 令到這盤生意更加有效 那這個是必須的 如果沒有錢交租 問題就是我真正的intention 我賺錢為甚麼 我當時很明顯在那裏寫的時候 是為了誰呢 是不是 我講大為了誰呢 look at me 其實是一個big fact 在這裏 我那裏才是這樣的 賺錢當然沒問題 我需要賺錢 我現在都很想賺錢 去幫到更多更多人 令到世界 對 錢有用的嘛 當然 錢是一個很美麗的生命的能量 當然很有價值 那只是回到那個intention 所以我看回都是這樣的 我特別在頭兩年 我經常都跟很多朋友說 如果你問一些 頭兩年在自在社 小了三年 是很明顯的 很多很多問題團隊出 差不多 你數到的問題都齊了 修身出問題 關係出問題 導師和學員出問題 課程出問題 就是每件事都出了很多問題 我想就是跟我的being 我的intention有關 因為很多東西我自己不cure 我還記得當時時刻去 去介紹一些cure 或是說去幫人 時校長放了一張張 推介課程 講一下envolent 其實很多自己的insecurity 齊了在裏面 所以這個是 所以當我現在見到 很多導師出來 有這樣的情況 我很理解 因為我自己完全是這樣 就是我有這些所有的部份 同時 it doesn't work 這個是完全行不通 同時我們的學員 是完全感受到 看到華山地很不飄 或者導師很不飄 留不到他們的 你留到只會留到一些 比你更不健康 更扭曲的人 就是物以類罪 所以千萬不要 所以我都是處理自己的 都是感觸的 我自己這麼多年 一直上了很多不同的課程 我見到很多 我們自己每個導師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我曾經參加過一些課程 進去 導師會很關心我們每個人住在哪一區 然後我就發覺原來他很想 你當他住在高尚池客區 有錢有米的那些 他的關心跟一些普通的 在石傑尾 紅大仙那些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自己做導師要好事 這個真的很誇張 其實不誇張的 我們講人就可以覺得很輕鬆 其實我想太多 如果我們要數我們導師的眾生上 太多導師不知道什麼的保密原則 將學員的東西到處亂說 這個我記得多 或者將導師之間的右軟這樣說 或者跟學員有性關係 或者很不恰當的關係 或者不斷說到自己說 世界冠軍等等 或者放課又去批評其他導師等等 所以我們自己做導師要很小心 很小心 就是我們在做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我們做好自己 就是做好自己 就是去淨化自己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做的工作 不只是一些技巧 而是關於生命 我剛才跟我們的監製 舉了一個例子 我很想說一個例子 後來去洗手間的時候 你們在那裡默默針 是的 我們那些男人的親密的對話 男人的浪漫 是的 因為我們很榮幸 我們這個監製 是催眠的治療師 很隆重推介 我最記得當我開球 就是學training的時候 當時冷靜 學完之後 哇 好厲害 學到什麼機級 剛好有個朋友有時 一個朋友的朋友有時 就說他想到怎樣 我說我來幫你啊 那當然死人了 那次真的給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提醒 那就好 開始說不開心 我試試去洗面 不要放鬆 我還以為自己很安全 讓自己去 去到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很放心 很舒服 很舒服 很放心 兩三分鐘後 問你覺得怎樣 他說很害怕 我問 沒有可能的 然後問你怎樣 他去了一個大海 去到一個大海 我問你覺得怎樣 然後再說 一條鯊魚 那我就知道糟糕了 哈哈哈哈 現在白炸都算了 鯊魚 所以怎樣游得快 哈哈哈哈 我真的很害怕 那會怎樣 還有當時我只學了十堂八堂 你也夠泡 我也夠泡 所以那個給了我很大很大的教訓 所以幸好沒事 我想弄了15分鐘 我才帶給他 他上岸了 但是那次 碰到碰到 所以我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跟他塑膠 然後慢慢 現在又怎樣 再做很多事情再做 那不過他很開心 很開心 那時候隔機再打電話 他就OK 從此我不敢再重任 哈哈哈哈 所以真的 我很感恩這些經歷 但是真的 如理薄冰 我節目第一句就講如理薄冰 就是 我做生命導師 我真的在支持另一個生命 生命不可以開玩車 不可以玩 不可以做白老鼠 不要以為我試一下 我都學了一些東西 NO 亦都不是你拿了幾張沙紙 我有沒有信心 當他有crisis 當他塌 當他psychotic 當他有妄想 他有妄念 他有幻覺 他有幻聽 或是他有各種這件事 或是他想自殺 我懂得評估 是真正假 我懂得評估 我怎樣處理呢 還是 沒事的 OK啦 或者你打電話 防止 殺馬里亞會 我想我們自己要給自己嚴謹 因為我處理的是生命 而生命有些東西 We never know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忽然就有情緒 做情感 做生命 就好 他真的滑足動 就想回 甚至 如果做生命療餘 你會知道 很多時會 無數次的 他會將一些抑壓 他忘記了30年的經驗 我試過無數次 那個學員會跟我說 譬如有一個女子 上兩位才有一個 那個學員會說 他忽然呆了 我已經知道 很可能是 他的B型 我忽然想起 我小時候被人性侵犯 我從來忘記了這件事 我忽然看到一個畫面 三、四、四歲 他都嚇到 他震到 不懂得說 因為他都 忘記了這件事幾十年 忽然想起 其實是我遇過很多次的 就是不同情況 因為做生命療餘的工作 有時候入得很深 大家已經很放鬆 很信任 潛意識跟自己說 I'm ready Enough 我受夠了 我不想再抑壓了 我不想再戴著面具做人 我想徹底清理我這一生的垃圾 我不想再虛偽 我想authentic表淚而一 於是有些抑壓了很久 忽然間會呈現出來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不想的 但就呈現了出來 那我就做生命療餘 那一刻 你怎麼處理 那這個真的要train 五黑鎖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我有太多這些不方便 多講一些 無數赤尿 還有時是怎樣的 我試過很多次都是 科正完的 十幾個小時很正 很high 完了 最後那半個小時 唉呦 他自己都不刻意解了一些心結 情緒互動 解了一個結 其他開始叮叮叮叮叮叮 咦 有一件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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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Sexuality 你記得嗎 明明講一些很輕鬆的事 好 我們一講一下 這個你對性的看法 例如性是甚麼 突然間有個學員在那裡狂哭 狂哭 接著 幸好你在這裏 我想想你哭甚麼 所以我現在不敢講Sex 因為 雖然我對這個題目 我以為我知道很多 但是 因為他會觸碰到那個人的同意 太多傷口 有很多人同意 太多 他自己都不自覺 他忘記了 他被爸爸強姦 媽媽 不 sorry sorry 即是被人強姦 或是被人性騷擾 他忘記了 但是跟著他 突然間 還有那個情境是 可以是完全不斷 很開心 很平衡 已經結束了 我試過幾次是closing 突然間來了 就是成日課程 最後那半個小時 但是我很這樣 因為我做那個工作 是很容易處理這些 就是很容易接觸到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入得很深很深 所以我曾經狠下苦工去學這些東西 我經常見到那些真是很有經驗的 30年40年的CPR 我就真的請教他 怎樣處理 那個守則是怎樣的 我真是狠下苦工去學 看到大師我一定會問這些東西 我學了很多很重要的 很多構思很重要的 很可惜 很好的華先生 我以前我們 早期我們做這個個人成長課程 我有這部分的 no sexuality 因為香港是很壓抑的 但我後來發現 咦 原來你真的需要有那麼多道行 是的 有那麼多的破裂 你知道 因為 是真的會有人突然間 爆出來的 他不想 但是已經去到那個位了 我已經要離婚了 為什麼沒有 最震撼 覺得自己很色情 等等 那你怎樣處理 他覺得他色情 我說你不是 還是你說你是 都死 都死了 是不是 以後不說 最厲害的是什麼 很多老師教我 最難處理 我第一次罪了 我都嚇到呆了 立刻要拯救很多高手 很早期 DBC的一次 又處理一些噓的 性侵犯的個案 其中一個都哭了 接著 處理的時候 聽到另一邊的 又哭著 哭著 另外那個已經想吐 這個就不斷拿紙巾 這個就蹲在地上 就是班房30人 有5、6個角落 已經在塌 這個就還沒搞定 那那次作為導師的你 你會怎樣處理 想死 所以我很多 所以現在我覺得有很多 要學grinding 我要學去看 當第一個symptom出現的時候 我立刻不是grind 我grind這個牆 立刻grind大家 grind它 就是grind是立刻和你很多要 其實是hypnotic的suggestion 立刻和大家潛意識去溝通 就是安全的信任 我照顧在他身上 一直要講很多的守則 讓大家明白 這刻怎樣處理 當我有情緒湧出來的時候 我怎樣和自己溝通 否則那個是處理不到 所有大師都說 如果同一時間超過一個火頭 成為marital counseling 經常都說 老婆罵老公 如果老公有罵老婆 是handle不到的 所以當第一個 你開始憤怒那伴侶 我不會給你位置 立刻grind 就立刻grind對方了 因為否則他被罵了 那一個罵 handle不到 我立刻grind 你公開你罵我 不扔你 是啊 立刻跟你說話 立刻到你 他講他的情緒 他有他的部份 未必跟你有關 我先處理他 我待會才處理你 因為我處理這部份 我handle不到他 他可能已經瘋了 拿刀拿叉 劈油 預備定 我講你就死了 我錯過很多次 早期就是 我handle著 我以為好 但那邊 嘩 生氣到 我一turn過去 就已經失控了 已經這樣handle 所以為什麼 我不喜歡做生命導師呢 做回Motivational Speaker mode一下你便好 所以現在也是的 現在我的DV都是 哈哈哈哈 其實是的 原來是輕鬆很多 輕鬆很多錢又大 你真的 那我視乎想學 可能我自己想 處理我自己心靈最 core 是很全培徹底的淨化和清洗 所以我就想去這個位置 我就是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哈哈哈哈 just want to have fun 我自己的年代才會唱這首歌 是啊 所以現在在Fidzio寫 以前我們 即我們有coach的 我們每一班校 都有一個私人的 即是私人的coach 以前只是 coach一堂 我以為ok 後來發覺 非常不ok 現在是兩個月 我們開玩笑地說 地獄式訓練 八個禮拜 哇 好intensive and extensive的training 還要訓練完 還要打電話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打很多電話 其實是很 還要是上完八堂之後會 肥佬的 你不要想到上完就上 我覺得很好 華先生 我很欣賞這件事 是不是說 你上完 好吧 讓你進課室 很多人想進 不是 有很多人上完 才發現 你真的不行 這個是很難過 很難過 我真的和你道歉 但是 因為真是把幾個生命 搞到你手上 說想哭 不如 你拿你的時間 就好 因為真是不簡單的 特別當我見到 教練很熱誠 但學員真的覺得很受傷害 你幫不到我 那是一鑊足的 是的 是帶來很多damage 所以我寧願你不下場 不要讓他受傷害 你也受傷害 我又要處理學員 又要處理教練 教練一嵌 學員一嵌 那我都會嵌 人來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現在我們在訓練 要規定很多東西 連有什麼都要規定 連學員 我都要規定他 你和教練是男性 而學員是女性 你不要隨便和他的身體接觸 我們講得好 身體接觸 可以的 先放在這裡 監製不肯出鏡 遲早他會出 真的 譬如我們講身體 只可以在上臂 這裡碰一碰 你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掃背 特別是對方的女性 就是 很多手側 不可以這樣拍他 不好意思 因為拍他頭 有些人覺得很deme 即是 很貶視他 有些人覺得 你當我是小朋友 我最討我爸爸 就這樣打我 有些教練 要是愛 很厲害 學員你 不可以的 有些學員 我真的試過他 哇你生氣到 華先生你當我是什麼 我知道 對不起對不起 不斷道歉 都還在生氣 這是我們自己要很小心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他的生命天靈那些什麼 特别有sexual abuse case 即性侵犯 不碰的 很敏感 我都試過有些 哇他反應好 我知道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做教練 不可以以為我去幫人 不要緊 我有愛就行 有愛不是大了 是啊 即是有守則 我就是那些很麻煩的學員 你不要碰我 你千萬不要碰我 我有個很 對的 很多人是的 但是很多 不要說導師 有時那些學員 不要說 你手想摟一下 你那些 不要 謝謝 握下手 OK了 或者這樣就好了 有些人是 他很想摟你 沒錯 但是不是 每個人喜歡被人摟 各位觀眾 你明白這件事 不要亂來 OK 所以我很喜歡 修運介經常說 例如佛家經常說 是 不只是修慈悲修愛 必須要收智慧 智慧不是聰明 聰明就是一個ego 智慧就是see the truth 即我看到我自己生命的實相 我才看到另一個生命的實相 我聽到的就是 這個聰明就是世界的 智慧是來自天上的 你可以這樣說 都是我們內心 所以我們做導師很重要 要說真正我們的intention 我們要很小心去處理我們自己 要不然是很不自覺的 因為譬如說sexuality 我們太容易 因為大家很感動 又想打破一些框框 一些拘緊 華人社會 大家說愛 擁抱 可以是很危險的事 即是我們要小心 我們要小心 即不是說什麼做得 也不是說不接觸 那又是另一個極端 又是另一種封閉 但是我們要很check in 我真正的intention 所以 導師是一個很好的修憾 我以前喜歡上課 講一兩個黃騙子 你知道什麼黃騙子嗎 不知道嗎 講兩個兩級的色情笑話 或者是小小一點 這樣 讓課堂輕鬆一點 現在修煉了這個業管法則 都不敢了 現在是收了 你永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錯 很多人初初想著 其實香港人都很壓抑的 講兩個色情笑話 或者有小小黃騙子 其實很難說的 兩級的色情笑話 很難說 沒錯 很容易猥瑣 現在都不敢了 總之去到性的那個題目 你不是專家 我不是專家 千萬不要亂來 所以我自己都是 任何敏感的話題 我們做導師要很小心 會不會不自覺地 因為每個人有他的傷害 我們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很善用 我們這個特權 他真是判斷了 好 那接著又講下一個 第六宗序 第六宗序 現在還有幾分鐘嗎 兩分鐘嗎 不如我們這裡做個簡單的 那不要啦 好 所以我想講一個項目就是 intention其實很難看的 極難看的 因為人最擅長 人類最偉大的一件事就叫 自欺 自欺 就是自己欺騙自己 我們很善於講一個故事 然後自己信了這個故事 我成長是這樣的 我爸爸是這樣的 就是自己以為這個就是實相 所以我覺得做導師很需要做一件事就是 收feedback 如果不然我經常都騙了自己 唯有feedback 重要是我敵人的feedback 不喜歡的人的feedback 忠然願意 這些你很聰明 我還不可以 但重要的 我也要學 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一聽到別人罵自己 不是罵 他給feedback Essa我覺得你真的充滿憤怒 其實很多時候 為甚麼 為甚麼 之前你那麼多人走了 其實我們背後有講你的 我覺得你很多憤怒 哇 立刻好憤怒 本來心情變得好憤怒 示範了 我搞錯 I'm being authentic 你需要這樣說 很難的 面對自己不簡單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真正的修行 不是在舞台上 而是真的我遇到逆境的時候 同時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真的看不到自己 人類沒有一個人是親眼看到自己的樣子 唯一看到自己的樣子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照鏡 所以收feedback就是照鏡 所以是不容易 所以在DV我們也有一個practice 大量給feedback 還有我在跟教練相處 我很多時候都要問他拿feedback 其實每次聽到一些 他的負面feedback 第一次都是不舒服的 是的 同時這個也是一個習慣 一個修煉 就是我不斷和自己說 這個是上天基於對我愛 想我有成長 想我有突破 是tailor made for me 當我有這個觀念 一路跟自己溝通的時候 又我相信這件事的時候 就會fake it to make it 即以假收真 下次當有人這樣收 我真的會讀 我真的看到是這樣 至於他 就算他可能是投射 他可能是批判我 他可能攻擊我 不要緊 這個是屬於他的部分 就算他來攻擊我 我依然可以收這份禮物 變成我的成長 這個就是真正的修行 所以我想 導師能夠持續收feedback 是導師成長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已經夠了 因為還有兩宗準備講 兩宗很重要的 兩宗很重要的兩宗準備講 所以我們會有part 2的 好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然後下一集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